他就说呢 就说就像人们对这个天堂的概念呢 它是非常的笼统和模糊 就几乎就等于没有 所以他对地位的概念呢 同样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呢 就在这方面呢 就像住在三林中当中的茅屋里 只是在脑子里想象 茅屋之外的世界 不知道他的帝国或者国度 更不知道他的一个政府形式 更别提他的那个社群 或者社群的生活了 如果不知道这些事呢 他们就对这个世界的概念呢 它一定是非常的笼统了 接近于没有 所以这个呢 也同样是用于 这个世人对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但是呢 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呢 它是有无数的现象 比任何星球上 存在的现象呢 都要无限的多 至于呢 就是说他们是何等的数不胜数呢 他说只要想想 没有哪两个人心中的天堂 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也没有哪两个人心中的地狱 是一模一样的 它都是从灵界流入的 人心中那个天堂的形象呢 它就是从天堂流入的 地狱的形象呢 就是从地狱流入的 所以人有多少个想法 就能证明就是说这个灵界呢 多少一个侧面吧 所以呢 自从创世以来呢 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灵魂 全都去了这些地方 也就是说 他要么去了天堂 要么去了地狱 并且就在这些地方就聚在一起 天堂呢 它是由爱主爱灵 连同由此产生的喜乐和幸福构成的 地狱正好相反 是由恨主恨灵 连同由此产生的惩罚和折磨构成的 仇恨呢 它有数不清的数 更有数不清的种类 也就是 地狱呢 同样是数不清的 源于主的天堂呢 通过相爱 可以说呢 就构成一个人和一个灵魂 所以就关注一个目标 就是保护和拯救所有人 直到永远 而另一方面呢 源于人自我的地狱呢 就会通过我欲 也就是对自我的爱 和物欲 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爱呢 也就是通过恨呢 构成一个魔鬼和一种心态 所以它也关注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就是毁灭和诅咒所有人 直到永远 这是他们努力的性质 对此呢 瑞公已有成千上万次的觉察 因此呢 如果没有主 时时刻刻保护每个人呢 人必要灭亡 主呢 施加于地狱的这个形式和秩序呢 它是这样 所有人呢 都被自己的欲望和幻觉呢 捆绑和束缚 他的生活呢 就在于欲望和幻觉 这种生活呢 就是死亡的生活 所以他会转化为恐怖的折磨 恶劣的无法描述 其生活的最大乐趣呢 就在于相互惩罚 拷打和折磨 其手段和诡诈 是世上为所 闻所未闻的 他们一起诡诈呢 他知道如何 给人呢 引发一个剧烈的痛苦 仿佛呢 他们就在身体当中 同时呢 还会引发可怕 恐怖的幻觉 伴随惊慌 恐慌 惊惧 以及类似的折磨 然后恶魔团火呢 就同中寻求莫大的快感 以至于呢 倘若他们能将 这类痛苦和折磨呢 增加和扩散到无穷大 他们还是不会满足 还要再次燃烧 无穷无尽 然而主呢 会转移他们的努力 减轻这种痛苦 在来世呢 也就是在灵界 每一个事物呢 他都是以这样的方式 被平衡 邪恶会自我惩罚 每种恶呢 都会自我惩罚 虚假也一样 虚假会报应 沉浸于虚假当中的人 因此呢 每个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 都是自己招来的 在这种时候呢 他会将自己 暴露给 私家这里折磨的恶魔团伙 主呢 从不将任何人送入地狱 而是希望引导 所有人远离地狱 他更不会将任何人 引入痛苦折磨当中 当恶灵自己闯进来的时候呢 主会将所有的惩罚和折磨 软化为良善和某种功用 若非主呢 以某种功用为目击 惩罚是不可能的 因为主的国呢 是用的国 不过地狱里的所有人 他发挥的功用是最激烈的 当他们自立于这些功用的时候呢 他不会遭受太多的折磨 不过一旦完成功用 功用呢 他们就被送回自己的地狱 每个人身边呢 至少有两个恶灵和两名天使 他通过恶灵呢 与地狱相连 通过天使与天堂相连 如果不是若非与这二者相连呢 人是片刻不能存活 因此呢 每个人都在某个地狱社群 尽管呢 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过 他们的折磨不会传给这个人 因为他还处在 为永生做准备的状态 在来世 人一直所在的社群 有时会显示给他 因为 这个人会返回去 从而回到他 类似时的生活当中 他由此要么趋向地狱 要么被举升天堂 人若不生活在人爱的良善当中 并且还不让主引领自己 就会成为地狱的一员 死后就会变成一个魔鬼 除了地狱之外 还有许多的消磨 对此呢 圣言当中讲了很多 由于人自己犯下的罪行呢 他会将自己所积累和招致的无数邪恶和虚假呢 一同带入来世 即使那些生活正直的人呢 他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被提升天堂之前呢 他们的邪恶与虚假必须被驱散 这种驱散呢 就叫做消磨 消磨的方式呢 多种多样 消磨的时间有长有短 有些人呢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就被提入天堂 有些人呢 死后 就立刻被提入天堂 地狱里的那些人 所遭受的痛苦 和地狱上的那些人 所经历的消磨 瑞公呢 好几次被下放到那里 被下放到地狱呢 他不是从一个地方 被带到另一个地方 而是直接被下放到 某个地狱社群 并且只能待在这个地方 然后瑞公呢 讲了一个经历 他清楚发觉呢 有一个圆柱围住了他 这个圆柱呢 明显加厚 然后他得到一个暗示 这就是圣言当中 所提起的铜墙 这个圆柱呢 它是由天使灵形成的 以便呢 他能安全地降到 不幸的人那里 当瑞公到达那里时 就听见痛苦的哀嚎声 特别是这些话 神啊神啊 可怜可怜我们吧 可怜可怜我们 这种哀嚎呢 就持续了很长时间 瑞公呢 还被允许 与这些不幸的人交谈 并且谈了很长时间 他们尤其抱怨恶灵呢 只渴望和急于折磨他们 并且绝望的说呢 他们觉得这种折磨 会永远持续下去 不过瑞公呢 或许安慰了他们 地狱呢 种类数不胜数 瑞公呢 大体描述了以下几种地狱 第一 就是过着仇恨 报复和贪婪生活之人的地狱 过着行因 动欲生活之人的地狱 骗子和女巫的地狱 贪婪者的地狱 以及这个地狱里 污秽的耶路撒冷 和荒谬中的强盗 一心追求 祥乐者的 全然恶处的地狱 然后呢 是与上述地狱 明显不同的其他地狱 最后呢 就是精力消磨的人 第一 就是过着仇恨 报复和贪婪生活之人的地狱 心怀致命的仇恨 因此呼出报复的 这类灵人所呼吸的 无非是指别人 与死地的事物 他们不达目击 不罢休 所以被囚禁在 死丝般的地狱深处 那里的恶处呢 就像死丝发出的腹处 令人惊讶的是呢 这类灵人 非常享受那里的恶臭 以至为最令人愉悦的气味 这就是他们的可怕性质 和由此产生的幻觉 这类恶臭呢 其实就是从这个地狱 泛发出来的 当该地狱被打开的时候 这种地狱被打开的情况 是很少发生的 并且时间非常的短暂 一股巨臭呢 就会从中冒上来 以至灵人呢 无法在附近逗留 某些魔鬼 确切的说呢 某些付出的灵人 从那里被打发过来 好叫瑞公了解他们的本质 然后他们就用自命的 有毒气息污染大气 以至于瑞公周围的灵人呢 无法停留 同时呢 这种有毒气息呢 还对瑞公的胃 造成影响 其他呕吐 他们表现为小孩子的形象 不过呢 脸都很难看 身上呢 藏有一把匕首 然后他们派了一个 手拿杯子的人 到瑞公这里 瑞公呢 从这种形象就觉察到 他们想伪装成 天真的模样 用匕首或者毒药杀人 这些人本身都赤身裸体 乌气漠黑 不过呢 他们很快被送回 死士般的地狱 瑞公呢 得以亲眼目睹 他们如何一头杀下去 他们向左走 就在这个瑞公 左太阳穴这个层面 走出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 没有往下降 而是一头扎下去 先是跌入呢 好像有火的那个东西当中 然后又跌入 像熔炉一样的烈焰烟雾 然后呢 又从熔炉下面 进入朝前的部位 那里有很多向下延伸的 最阴暗的洞穴 他们一路上不断的盘算和抑郁恶情 尤其是无缘无故的反对无故者 当跌入火中的时候 他们就大哭大叫起来 以便人们呢 能够知道他的 他们的出处和本质 当被送出来的时候呢 这些灵人呢 就持有一种戒指 上面呢 他有青铜样的钉子 然后他们就用手就按下这些青铜的钉子 并且扭动他们 这个呢 表明他们具有这种本性 并受到约束 有些人呢 他是有仇恨报复为了 他不满足以杀死肉体 还想摧毁了主已经救出的灵魂 这些人呢 就被发送下去 然后穿过朝向地底处的一个漆黑开口 进入深渊 这个深渊的深度呢 就和他的仇恨和报复的程度呢 他是成正比的 他们在那个深渊里是惊恐万分 同时被保持在报复狱当中 随着这种慰望争强呢 他们被送入更更低的深渊 之后呢 就被送入火坑下面一个地方 在那里呢 他们会看到巨大而可怕的大肚蛇 栩栩如胜 仿佛真的一样 这些灵人呢 就会遭受这些大肚蛇的事要 而且能够强烈的感受到 灵人对这类事物呢 感觉是非常敏锐的 因为这类事物呢 报应他们的生活 就像肉体之物 报应处于肉体之人的生活一样 在此期间呢 他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幻觉当中 这些幻觉呢 会持续很长时间 直到他们不再知道自己腾射人类 他们从仇恨和报复狱中所获得的生命 没有办法用其他方法来消除 仇恨和报复的鼠呢 不计其数 他们的种类呢 更是鼠不胜鼠 而且没有拿两个鼠的地域是一样的 相应的要一次手段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瑞公呢 就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为 有一个人呢 向瑞公走过来 看上去呢 就像是贵族 瑞公呢 能够凭着他的内饰 看见出现在他面前的灵人 就像在大白天一样看得清楚 甚至更清楚 因为呢 主呢 安顺他与灵人来往 第一次走进的时候呢 这个灵人拥有首饰事宜 他假装有很多话 想跟瑞公交流 并且问瑞公是不是基督徒 瑞公回家说是 他说他也是 并且要求呢 单独和瑞公相处 告诉他一些别人听不到的事 不过瑞公说呢 再来时呢 人们无法像再次是那样 单独相处 因为有很多灵人在场 然而 这个人还是灵人呢 走得越来越近 并且悄悄地绕着 这个瑞公的背后 这时候呢 瑞公就发觉了 他是一个刺客 当他在瑞公背后的时候呢 瑞公就感觉到一种刺痛 穿过心脏 随即进入大脑 人呢 很容易因为这种刺痛而毙命 不过呢 瑞公因为有主的保护 所以他并不害怕 瑞公呢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这个灵人呢 他以为他把瑞公杀死了 有时就跟别人说呢 他刚从一个 他以这种方式杀死的人那里来 他说呢 他是从后面给予致命一击的 他声称呢 自己深暗次的 受害者在倒下死亡之前呢 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呢 没有人质疑他的无辜 瑞公呢 由此得知呢 他离世不久 并且再次死 就做过这种坏事 对这种人的惩罚呢 他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会遭受了很长时间的地狱般的折磨 以至于呢 他们最后 最后他们的脸就逐渐的变了形 变得极其可憎 丑陋 不再是一张脸 而是看似肮脏的黄绳子 令人的毛骨悚然 他们就这样丧失人性的一切 凡看到他们的人呢 无不下的浑身发抖 他们像野兽一样 在黑暗的地方四处游到 有人呢 从左边地位的一个房间 过来跟瑞公说话 瑞公呢 发觉他属于恶观之流 他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呢 就以下念的方式被揭露出来 他呢 被送到左前方 烧销下的一个堤地 然后在那里开始挖墓穴 这不尽使那个瑞公的怀疑 他在世时有谋杀行为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一具盖有黑布的棺材就出现了 随后不久呢 一个人就从棺材里起身 向瑞公走来 他诚恳地对瑞公说 他已经死了 他认为是那个人毒死了他 他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不知道这样怀疑有没有道理 文经此言呢 这个可恶的灵人 承认他做过这种事 在忏悔之后 随即受到惩罚 他在自己耍挖的 黑暗木穴洞当中呢 滚了两次 就变得黑如埃及木乃伊 然后呢 被抬到高处 并被带到灵人和天使面前 然后就有喊声说 真是个魔鬼 他还渐渐地变了 和那些冰冷的地狱灵一样 之后呢 就被送入了地狱 在团部的下面呢 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 里面的人呢 似乎在用刀子互相攻击 他们和复仇的灵人一样 把刀子呢 对着别人的胸膛 不过呢 每当他们攻击的时候呢 刀子不断从他们手里被夺走 他们就是那些极其仇恨他人 狂怒到要将其残忍杀害的人 并由此获得了如此可怕的本性 这个地狱呢 为瑞公打开 但是因为他们的残忍行为呢 太过恐怖 所以只打开了一点点 好像瑞公呢 能够亲眼目睹极端仇恨的性质 在身体下部这一层的左侧呢 有一个相当大的似水湖 并且朝那大幅宽 前面的湖岸附近呢 有可怕的巨猫显现给那里的人 就是这种巨猫呢 就是栖息在死水当初 呼出致命栖息的那类巨猫 更远一点的左岸呢 就出现了吃人肉的人 他们互相端食 用牙齿紧紧咬住对方的翅膀 紧紧地咬住对方的肩膀 前左更远一点就出现了大鱼聚精 他们呢把人宽进去又吐出来 最远处也就是对岸 则出现了极其扭曲变形的面孔 他们非常的丑陋 害人无法描述 主要是一些老妇人的面孔 这些老妇人呢 好像疯了一样四处飞奔 右岸呢 则是那些试图呢 用残忍的工具 击此屠杀的人 这些工具呢 随着他心肠的麻木冷酷 和各种各样 土中呢到处都是黑的 好像水都停滞了 瑞公呢经常惊艳地发现一些灵人 被带在这个湖里 不过从那里回来的人呢 对瑞公说 这些人呢对灵人怀有深仇大恨 并且只要得着机会 这种仇恨呢就会爆发出来 他们同中呢感受莫大的快感 没有什么比将灵人告上法庭 使他受到惩罚 并且若没有法律的阻止 还会将其置于死地 更令他们快乐的 死后呢 人的仇恨和谈人呢 就会转化为这类事物 他们所产生的幻觉呢 对他们来说 好像完全是真的 再来是呢 那些同时抢劫和海盗行为的人呢 他喜欢 凑齐熏天的尿液 胜过其他一切业绩 在他们自己看来呢 他们似乎就住在 这类事物和恶臭的饭吃当中 有一个强盗呢 咬牙切齿的靠近瑞公 这些咬牙切齿的声音呢 非常的清晰 似乎就是从某个人那里发出来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呢 那里的人呢 都没有牙齿 这个人坦诚呢 相比清澈的碧水 他更喜欢住在屋灰的尿液中 因为尿液的恶臭令他开心 他说 他宁愿待在尿桶中以这为家 而不愿待在任何其他地方 有些人呢 表面上显得很诚实 似乎呢 他具有诚实的生命 以至于呢 没有人怀疑他们 为获取名利 而又无需丧失名声呢 他们在各方面都小心谨慎 以维持他诚实的形象 所以呢 他不会公开行动 而是以狡猾的手段呢 利用其他人 剥夺别人的财物 根本就不关心 他们所剥夺的家庭 会不会死于饥饿 如果能够逃避 公众事先呢 他们就会亲自做出这种事来 毫无良知可言 因此他们的本性呢 和他们的实际行为 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人呢 就是暗中的盗贼 与其各种仇恨 想苟合的 是轻蔑 贪婪 无情和欺骗 在来世呢 这种人 希望呢 被视为无罪 声称了 他们没有做错什么 因为什么也没发现 为了表明自己的无罪呢 他们脱掉衣服 赤身漏体 以证明自己的无辜 但是呢 当接受检查的时候 他们的本性呢 从他们所使用的 特定表达方式 和构成其思维的特定想法 就能被察觉出来 尽管他们自己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再来世呢 这种人他想谋杀 凡他们所遇见的伙伴 毫无良知 他们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 和一个木锤 并且呢 似乎身边还有一个灵人 当这个灵人摇面 躺下的时候 他们就攻击他 不过这个人没有流血 因为他们害怕死亡 他们无法扔掉手中的武器 尽管呢 他们竭尽全力去扔 以免他们凶残的本性 暴露在灵人和天使面前 这些灵人呢 就在两脚下面 朝前的中间的地方 有一种对灵人的仇恨呢 是以仇恨和攻击每个人为乐 伤害越大 他们越高兴 很多这类人呢 他来自社会的罪集层 与其本性相似的人 也有些不属于罪集层的 他们所受的教养呢 他过着很文明的生活 还因为害怕法律的制作呢 所以他表面上 要比那些人要斯文一些 死后呢 这类人呢 他表现为上身赤裸 头发呢乱碰碰的 他们会猛扑过去 把手掌呢 放在对方的肩膀上 以此互相惹脑 然后从他们头上跨过去 马上回来用拳头进行猛集 刚才提议的那些斯文一些的人呢 行为也相似 不过呢 他们会先复制问候 然后绕着灵人背后 用拳头袭击 不过他们面对面谁 又互相置尽 然后绕着对方背后 用拳头打他 他们就这样保持表象 这些人呢 就出现在朝左的一段距离处 也就是在中间的高处 人在世的时候呢 无论做过什么 在来世都会逐渐重现 他所思想的一切同样如此 当敌意仇恨和欺骗返回的时候 他所仇恨和暗中密幕攻击的人呢 就被带到他面前 事实上 这一切就在一瞬间 他攻击这些人的想法也清晰可见 因为灵界呢 存在对一切思维的直觉 这会导致悲惨的状态 因为呢 隐藏了仇恨呢 会公然的爆发出来 恶人的一切恶性和思维就这样重现 善人的情况何不然 他们一切状态都是良善 友谊和爱的状态 伴随着无上的快乐和幸福 第二类地狱就是过着行音 纵欲生活之人的地狱 妾子和女巫的地狱 他说左脚跟下面呢 他有一个地狱 那里的人呢 以贪人和行音为乐 他们觉得这些就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乐趣 令人惊讶的是呢 在世时就很残忍的人 也是最坏的行音者 这就是居于该地狱之人的本性 在那里呢 他们以难以启齿的方式实施残忍行为 他们通过幻觉呢 自己制造一些导药的容器和导药处 用来粘压和折磨任何可能的人 他们还制造柜子手所用的那类宽幅头 还有钻具无情地用到彼此身上 更不用说其他恐怖的残酷行为了 过去呢 以这种残忍方式呢 处置外邦人的一些忧太人 就在那个地方 如今呢 这个地狱正在增长 成员主要来自那些属于 所谓的基督教界的人 他们以重与行音为生活的全部乐趣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残忍的人 当这个地狱被打开的时候呢 他们的快乐有时呢 会转化为大量排放的人类粪便的那种恶臭 在灵人界呢 瑞公曾经玩掉过这种臭味 结果呢 差点换了过去 粪便的恶臭呢 轮番地充斥地狱 然后散去 正是他们行音时所享受的快乐 转化为了这种臭气熏天的气味 随着时间退移呢 他们与这类事物共度一段时间后 就孤零零地生活在折磨当中 变得呢 像丑陋的骷髅 尽管他们还活着 在脚底的前方有相当远的地方 有一个被称为火坑的地狱 在圣经当中呢 这个词好像也被翻译为那个信赖子谷 在那里呢 无耻女人的全部乐趣就在于行音 他们不但认为行音是可容许的 还以之为容 并伪装从各种高尚的形象 勾引诚实和无辜之人 只见那里呢 就是出现了烈焰的火光 就好像大火灾 是弥漫到空气中的那种火光 它还散发出很刺热的气息 然后瑞宫的脸上就感受到它的热气 它发出的那种恶臭呢 就像这个骨头和头发燃烧 是发出的那种气味 这个地狱呢 有时会变成可怕的蛇咬住它们 每当这种时候呢 它们就是求死而不能 非常的痛苦 从那里被放出来的一些女人呢 就来到瑞宫这里 声称呢 那里有一股炽烈的酷热 不过呢 当它们被允许靠近散灵的社群时呢 这种酷热就变成酷寒 然后酷热与酷寒 在它们身上交替进行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它们由此呢 受到痛苦的折磨 不过它们处在 吃热欲望的炎热中 也是有间隔的 它们的状态也会经历变化 有一些两性成员呢 来自所谓的基督教系 它们在世的时候 认为呢 情依不仅合法 而且还挺神圣 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 还披着圣洁的外衣 支持集体欢迎 瑞宫呢 看到它们被送入火坑 但是当它们到那里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变化 就在它们到达的那一刻呢 火坑的火热之光呢 就由红色变成了白色 然后瑞宫就发觉了 它们不适合在那里 于是呢 这伙为人所不齿的人呢 就从这个地方被转走 然后呢 就被赶到后面一个地方 瑞宫呢 得知它们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呢 被静默于死水当中 然后由此呢 被转到 指尽给它们的一个火坑当中 从这个火坑当中呢 能听到难以形容的嘶嘶声 不过呢 火坑里的私自声或者嗡嗡声呢 比那些隐形 而玷污圣洁之人呢 还要下履 有些人呢 打着婚姻之爱 和对小孩子之爱的幌子 欺骗她的 她们的行为是这样 丈夫呢 没有怀疑 这个通奸客人的真洁 诚实和友好 他们在这种伪谤之下呢 和别人通奸 这些人呢 他就在团固下面的地狱 就在对污秽的犯片当中 再次消磨 直到变成骨头 因为他们在骗子之内 这种人呢 甚至不知道何为良知 瑞公呢 与他们交谈过 他们惊讶于 谁都应该有良知 并且理应声明 通奸违背良知 他们被告知呢 没有良知的肩服 进入天堂 就像鱼儿跃入空中 或鸟儿飞入太空 一样不可能 一旦靠近呢 他们就会感到窒息 他的快乐呢 就转化为次比的恶处 所以他们不得不推入地狱 最终呢 变得就像糊涂 很少有生命 因为他们为自己 获得这样一种特性 当他们失去这种生命之后呢 真正的人类生命 就只剩下一点痕迹 有些男人呢 他渴望坚污处女 也就是说 他们最大的乐趣 就是占有处女 夺走他们的侦套 但是又不想娶他们 组建一个家庭 一旦夺走他的侦套呢 他们就会抛弃贤物质 使这个女孩轮为妓女 这种人带来是受到的 惩罚是极其严厉的 因为他们的行为呢 违背属世 属灵和属天的秩序 不仅违背在天堂 被奉为最神圣的欢迎之爱 还违背天真无形 他们因为将被赋予 欢迎之爱的传真少女 又如仓妓的生活 而扼杀和摧毁 这天真的不形 众所周知呢 正是这爱情的最初发作 使得处女进入真结的欢迎之爱 将夫妻双方的心智结合起来 由于天堂的圣洁呢 建立在欢迎之爱 和天真无形的基础上 而这种男人 内在就是杀人犯 所以在来世呢 他们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他们看似坐在一匹猎马上 这个马把他们抛入空中 以致他们从马队上摔下来 生命似乎陷入一个危险当中 这就是接打他们的恐怖 之后呢 他们又看似在这匹猎马的肚子下面 拳击看似穿过马的后腿 进入马的肚子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忽然又看似在肮脏的妓女腹中 这妓女就变成一条巨笼 他们在那里呢 就被包裹在痛苦的折磨当中 这种惩罚呢 在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当中会重复多次 直到他们对这类欲望充满恐惧 至于他们的后代呢 瑞公呢被告知 他们的后代比其他孩子更坏 因为他们从父亲那里 或者某种类似的遗传 所以这种人的交合呢 很少生出孩子 并且生下来的孩子呢 在这个世界也活不长 人在世的时候 如果只想着动语 并且将其他人所说的一切话 甚至神圣事物都扭向这类情欲 即便不再有刺激他们的属世情欲 还是这样思想 那么在来世呢 他们会继续以这种方式思考和言谈 由于在灵界呢 思想都是相通的 有时他们会在其他灵人面前 有阴晦的表现 所以他们会有所冒犯 对他的惩罚是这样 当着他们所冒犯的灵人的面 他们滚在地上 像一面骨那样 从左到右迅速翻滚 然后呢 再从另一个方向呢 横向翻滚 造其中欲的本性呢 他们在所有人面前 或全裸或半裸 同时呢 充满羞耻 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头和交叉的双脚呢 就像一个防锤那样旋转起来 由此呢 引发了一个阻力 同时还疼痛 因为有两股力在作用 一股力旋转 另一股力呢 向后扯了 所以这种惩罚呢 伴随着被撕裂的痛苦 经历这些惩罚之后呢 这个痛苦的冒犯者 会得到机会 偷偷流出灵人的视线 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会注入到他里面 尽管如此呢 还会有人考验他 以确定他是否仍坚持这样做 不过呢 只要处于羞耻和疼痛的状态呢 他会保持一个戒备的心理 因此在他自己看来呢 他似乎藏了起来 尽管他们周围的人 都知道他在何处 这种惩罚呢 就发生在前面的一段距离处 还有一些男孩 青少年和年轻人呢 由于无知的愚蠢 和他那个年龄的性冲动呢 他吸收了一些可动的观念 认为妻子 尤其是年轻漂亮的那种 不是为他的丈夫准备的 而是为他们 和像他们这样的其他人准备的 而他的丈夫呢 只负责家务和抚养孩子 在来时呢 通过他孩子气的声音 也能认出他们 在那里呢 他们在后面的某个高处 在来时呢 他们当中那些 确信这些观念 并造成生活的人呢 会受到严惩 那些擅长欺骗他人呢 使其认为他们在肉体中 同时能够引发疼痛的灵人呢 会使他们的关节脱臼 然后腹位 或扭在一起 然后扭回去 通过这些粗暴的 反反复复的动作呢 连从他们抵抗时的增长呢 他们会受到的严重猛击 以致他们呢 似乎被肢解 并被撕成碎片 伴随着可怕的剧痛 这种惩罚呢 会反复进行 直到他们对这类生活 感到恐惧 不再这样思考一致 有些人呢 以狡猾的手段骗人 和颜悦色的背后呢 隐藏着恶毒的轨迹 从而迷惑人们 目的呢是想毁灭他们 他们的地狱呢 要比其他任何人呢 都要恐怖 事实上比杀人犯的地狱呢 还要恐怖 在他们自己看来呢 他们似乎生活在蛇群当中 他的欺骗性越险恶 包围并折磨他们的蛇呢 就越可怕 恶毒 数量呢也越多 他们只知道 他们是蛇 因为他们说 忍受着疼痛和折磨呢 就是和蛇所造成的 就跟在世上 被蛇真的咬到一枪 几乎呢 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但是呢 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呢 就是那些预谋欺骗 并从中感受起 生活的快乐之人 对骗子的惩罚呢 各是各样 取决于他欺骗的性质 一般来说呢 这种人呢 他没有办法被社群容忍 而是被逐出去 因为一个灵人呢 无论他想什么 旁边的人呢 立刻就能知道察觉 因此呢 他们会觉察 有没有欺骗的东西 是哪类欺骗 所以最终呢 他们从社群当中被逐出 孤零零的坐着 这时呢 他们就看上去 有一张非常宽的脸 有别人的四五张脸那么宽 然后戴着一顿呢 稻草制成的宽大白帽 他们在那里处于痛苦 或是死亡的形象 还有一些本质上是骗不着其他人 其假面容背后的预谋行为呢 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偷偷摸摸 他们会立刻被识别出来 其思维呢 也能被清楚发掘 他们甚至呢 以此夸口 仿佛他们很精明 有些女人呢 只为满足自己的手势倾向而活着 只关心自己和这个世界 将整个生活极其快乐 专注在表面的端章得体之上 因此呢 他们在上流社会受到端重 他们因行为习惯了 获得这样一种能力 他们会假装高尚 进入别人的欲望和乐趣 不过呢 目的是控制他们 对其生活是虚伪和欺骗的生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 经常去教堂 不过呢 他们去教堂 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尚和虔诚 他们没有良知 并且呢 只要不被发现 非常倾向于无耻行径和通奸 在莱斯呢 这类女人呢 还是这样思想 不知道何谓良知 还嘲笑那些提及良知的人 他们通过欺骗手段 就是假装高尚 虔诚仁慈和传证 来侵占别人的情感 无论是何等样的情感 当外在约束被除去后 他们就冲进最可态 最令人作物的事物当中 再来是呢 这些女人会变成妖妇或女妇 其中有些呢 就被称为再人 就是古希腊神话当中 伴人伴鸟或者伴人伴鱼的女海妖 以美妙歌声诱使航海者 持相交属或进入危险水域 他们呢 还会获得世上 所不知的戏法 像海绵一样吸收邪恶的伎俩 并且极具天赋 能很快将其辅助实践 他们在灵界学到的戏法呢 是世上闻所未闻的 其中包括 他们能仿佛在另一个地方说话 以至于他们的声音 在那个地方呢 听上去像是出着善灵 他们似乎还能与很多人同时在一起 并以此使其他人相信呢 他们仿佛无处不待 他们能同时以数个人 并且在数个地方说话 他们会转变善灵所流入的一切 甚至天使灵所流入的一切 以种种方式 立刻将其扭曲为 适合自己的东西 他们能通过所吸取 并塑造的某个人的想法 而模仿他 他们能通过进入别人的情感状态 而将对他们自己的情感 指入到此人里面 他们能偷偷溜出视线 而不被发觉 他们能在灵人眼前 呈现出头上的白色火焰 就是天使的标志 而且能当着很多人的面这样做 他们能以种种方式 乔装如故 甚至显示为被亲吻的婴儿 他们还能煽动所害的人 杀死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死 然后呢 又反过来 公开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 他们曾经呢 从这个瑞公的记忆当中 唤起瑞公曾思想和做过的恶事 手段呢 高超如比 他们在瑞公残睡的时候 与别人说话 好像这些话出自瑞公被摆来 结果呢 令人们信以为真 而事实上呢 这些话都很虚假恶心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有许多的其他手段 他们具有很强的说服能力 以至于呢 让人毫无怀疑的余悸 这就是为何他们的观念呢 不像其他灵人的那样 被交流的原因 他们的眼睛呢 就像蛇的眼睛 一眼就能注意到各个方向 这些女巫呢 会受到严惩 有的在火坑当中 有的在蛇群里 有的被肢解和殴打 伴随着最大的痛苦和折磨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他们与所有社群隔离 从头到脚 变得像骷髅 贪婪者的地狱 以及这个地狱里 污秽的耶路撒冷和荒谬中的强盗 还有一心追求祥乐者的 全然恶处的地狱 在灵界呢 贪婪的人是最卧槽的 对于死后的生命 灵魂和内带人呢 他们比谁都想得少 他们甚至不知道天堂是什么 因为其思维水平呢 比其他爱和人的都要紧 其思维呢 完全投入 并寂寞于肉体和世俗事故当中 所以进入来世之后呢 他们很长时间呢 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为 这个灵人的事实 反而以为呢 仍完全在肉体当中 出于贪婪 构成其思维的观念 可以说变得肉体和世俗化 竟转化为呢 可不得幻觉 一个人难以置信的是呢 在来世 这个乌托的贪婪者呢 就看似在地窖当中 忙忙碌碌 因为这里有他们的金钱 他们再次呢 就被老鼠骚扰 但是呢 无论老鼠呢 如何骚扰他们 他们就是不肯离开 直到他们精疲力尽 最后呢 走出这些墓穴 已然变得 卑鄙贪婪之人的思想观念呢 会转化为 令人作恶的幻想 从他们的地狱呢 就能清楚看出 这种幻想 多么的令人恶心 那个地狱呢 就在脚底下的深处 从他散发出的那个气味呢 就像这个猪 进到热水桃 猪的毛呢 进到热水桃里以后 然后被刮掉以后 这个猪身上 散发出那种蒸气 贪婪者的居所呢 就在此处 到这里来的人呢 一开始是黑乎乎的 但是像猪一样 被剃光毛发之后呢 就显得闪亮白色 这就是此时 他们在这些眼里的模样 不过呢 剃光之后呢 仍会留下记号 一遍呢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人们都能知道 他们的本性 有一个黑色的灵人呢 还没有被带入自己的地狱 因为他要在灵人界呢 待的时间长一点 于是呢 就被吓放到他们所在之处 他呢 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贪婪 但是他在世的时候 却怀着嫉妒和邪恶 贪恋别人的财产 他一到那里 贪婪者就都逃走了 并声称了他是一个强盗 因为他是黑的 会杀了他们 贪婪者呢 会逃避这类灵人 因为他们特别害怕 丧失性命 最后呢 他们得知呢 他不是这种强盗 于是告诉他说呢 如果他想变白 就必须像众目睽睽下的猪一样呢 除掉全身的毛发 那样他就会变白 但是这个灵人呢 不想这样 于是就被带回到灵人当中 这个地狱里的居民呢 大多都是卑鄙贪婪的 优太人 当他们来到其他灵人面前的时候呢 其灵在就被感觉为老鼠的恶丑 关于优太人呢 瑞公描述了他们的城市和荒谬当中的强盗 然后 以此呢 就是看看他们死后的境况是何等的悲惨 尤其是那些恶毒贪婪之人的境况 由于骨子里的傲慢之大呢 他们藐视其他人 就以为他们是唯一被检选的民族 他们在世的时候就以持有并确认这样的谬念 他们必进入耶路撒冷 占有圣地 却不想知道新耶路撒冷其实是指走在地上 天上和地上的国 所以进入来世之后 在新奈祖国的左侧 骚向前一点呢 会有一座城市显现给他们 他们便蜂拥至此 然而这座城市呢 又泥泞又恶臭 因此它被称为污秽的耶路撒冷 他们在这个城的街道上四处奔跑 狡猾呢就陷在污垢和泥浆当中 在那里呢悲叹哀嚎 亲眼目睹如在大白天那样清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座城市和其中的街道 激起一切污秽 瑞公呢曾数次看到过这座城市 有一个缺黑的灵人呢 从那个无悔的耶路撒冷出来 出现在瑞公面前 因为那里大门呢似乎开了 有星星在他周围流荡 尤其是在他的左侧 在灵人间呢 灵人周围流荡的星星呢 他表示虚假 当这个星星不流动的时候 意义就不同了 也就是说 山林的头上他也有星星 但是他那个星星他是不流动的 这个不流动的星星呢 就代表他拥有神圣的真理 这个人呢 然后向瑞公走过来 然后挤到他的左耳上方 好像要把嘴切在那里 好与瑞公说话 当他说话的时候呢 那个声音似乎不像是出自他 好像是从别人那里发出来的 他像是自言自语 却能 以能让瑞公听到并理解他的话 然后他说呢 他是犹太教的拉比 在那个尼尼的城市呢 待了很长时间 他还说呢 在那个城市 无论走到哪里 街上全是烂泥 除了粪土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瑞公就问他 既是一个灵人 为何想去吃 他回答说 他的确吃了 当他想吃点什么的时候呢 除了粪土之外 什么也没给他 这令他极其悲伤 他声称呢 没有找到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询问瑞公呢 他该怎么做 瑞公就将这三个人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 并且补充说呢 寻土他们是枉然 即便找到他们 他们也绝不能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他们更深层的问题之后呢 瑞公就说 你不应该寻求任何人 唯独应该寻求主 主是米塞亚 在世的时候 曾经被他们这些忧太人 轻蔑的弃绝 主统治整个天堂和整个大地 唯有他能够提供帮助 这个时候呢 他急切地反复问 主在哪 瑞公说 主无处不在 并且他听到 并了解我们所有人 但是呢 就在这个时候 其他的忧太人人来呢 就把他拖走了 在这个新奈子谷的右侧 和新奈子谷和沼泽之间呢 还有一座城市 居住在这里的忧太人呢 情况呢 好像好一些 然而对他们来说呢 这座城市呢 会照着他们的幻想 经历变化 有时变成湘村 有时就会变成沼泽 有时又变回城市 他的居民呢 非常的害怕强盗 不过呢 只要待在这座城里 他们就安全了 这两座城之间呢 看似有一片 幽暗的三角区 在这个三角区里呢 他就有强盗出没 这些强盗 也是犹太人 不过呢 就是最坏的那一种 会残酷的折磨 反他所遇到的任何人 出于恐惧呢 犹太人称这些强盗呢 为主人 称他们所在的荒漠呢 为陆地 为了自保 免遭强盗袭击呢 他们从右侧进入该层 右侧呢 有一个扇林 驻扎在极遥远的角落 他接待呢 所有到这里来的人 他们一到达 就跪在地上 被允许呢 进入他的脚下 这是呢 进城前的一个仪式 有一个灵人呢 突然靠近瑞公 瑞公就问他 打哪来 他说他正在逃避 可怕的强盗 因为他们会杀死 土仔 焚烧和主调人 就询问他 到哪等安全区 瑞公就问他 来自何处 哪个国家 但是他害怕的 不敢回答 只说呢 那是主人的路地 因为呢 他们称那个荒漠为路地 称强盗呢 为主人 后来这些强盗就出现了 他们呢 非常的黑 说话声音呢 像巨人一样的身材 奇怪的是呢 他们的道理呢 引起巨大的惊惧和恐怖感 瑞公就问他们是谁 他们就说呢 他们的寻求掠夺 瑞公就问他们 打算怎么处置账物 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是灵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带入 或者积聚账物 而这类事物呢 不过是邪恶的幻象 他们回答说呢 他们在荒漠当中寻求占领品 并且毫不留情地对待所遇见的人 当与瑞公同在的时候呢 他们最终承认自己是灵人 然而仍难以相信 他们并非活在肉身当中 那些如此优道的人呢 就是优太人 他们威胁要杀 土宰 焚熟和主教 反所遇见的任何人 毫不顾忌他们是优太人 还是朋友 这使其意图呢 昭然若解 尽管在世的时候呢 他们不敢将这些意图 公之于众 去这个污秽的压 压路沙人呢 不远处呢 还有一座城市 被称为新耐子谷的审判 住在这里的人呢 生成天堂呢 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公益 这些人呢 还谴责那些 不照着他们的幻想 去生活的其他人 在这座城市 和新耐子谷之间呢 似乎有一座 相当漂亮的 灰白色的桥 此处呢 就有一个 他们所害怕的 黑色灵人 阻止他们经过 因为新耐子谷 就在这个桥的另一侧 人在世的时候 如果一心的追求享乐 热衷于放动自己 升华 奢华 只关心自己和这个世界 毫不顾及神圣事物 缺乏性和人 死后 首先被引入 类似在此时的生活当中 有一个靠前 朝左下方 朝左下方 相当深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一切欢愉 游戏 跳舞 艳乐 和聊天所在之处 这类人呢 就被带到此地 那时呢 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在尘世 但是很快 场景就会变化 就变化 他们被带入 团部下面的一个地域 这个地域呢 团队是排泄物 因为在来时呢 团肉体的快乐 会转化为排泄物 最后看到他们 在那里呢 与愤变共处 哀叹自己的命运 有些女人呢 从卑贱变得富有 因而自高自傲 放动自己 完全财逆于 关于和奢侈 舒适的生活当中 像女王一样 躺在沙发上 坐在席前和宴会上 什么也不关心 他们在来时相遇的时候 会受到严厉打击 互相殴打 撕扯 抓住对方的头发 彼此的拖拽 变得像复仇女神 但是呢 对于那些生来 就享受生活的乐趣 打小在这种 这类事物当中 长大的女人 比如说 在这种女王 贵妇和富有的女人 来说呢 情况就不然 今晚这些女人呢 她也过着奢侈 华丽和典眼的生活 但是他们 只要他们同时生活在 对主之心和对邻之心当中 那么在来时呢 他们就会在幸福当中 认为只有放弃生活的乐趣 权利和财富 经受快苦才配上天堂的观念呢 是不正确的 在圣言当中 经常说放弃这类事物的意思是说 与主相比 这些乐趣 权利和财富呢 无足轻重 与天上的生活相比呢 世上的生活毫无意义 最后呢 曾与灵人谈论过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说呢 很少有人相信来世呢 有如此多 且如此奇妙的事物 这是因为呢 人们对死后生活的概念呢 极其笼统和模糊 接近于无 人们对于死后生活的概念的确认呢 是基于以下事实 因为呢 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灵魂或灵人 学者们也一样 尽管他们生成了灵魂或灵人呢 是存在的 但是他们的信念呢 还不如那些感官之人的 因为他们执着于人造的语言和术语 这些东西呢 会模糊 甚至熄灭 认知 而不是有助于它 还因为呢 他们只研究自我和这个世界 很少关注公众福祉和天堂 与瑞公对话的灵人们呢 大为惊讶 认为呢 世人怎会是这样 尽管世人应该十分的清楚 自然本身及其每一个王国 都包含太多他所不知道的奇妙和多样化的事物 经以人的耳朵为例 整个本书都难以尽数有关他的非凡 而又闻所未闻的方方面面 每个人都相信他们的存在 但是如果说灵界是自然界当中每一个事物的源头 就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相信了 原因呢 原因呢 就是前面所说的 先入为主的观念 也就是说 人们认为呢 它不存在 因为它不可见 这就是今晚我分享的那个内容 下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 谢谢刘子梅的分享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呃就是你翻译那个天堂的奥秘 就是现在遇到的那些你把它放在一起了是吧 呃对 因为它地域呢 它都放了两两两头了嘛 它做地气账 所以我就把它弄起来了 就是就列了那么一个专题 嗯 那么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 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比较完全了是吧 嗯 比较完全了 然后它后面好像说到那个消磨 经济消磨的人 它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专题 嗯 经济消磨的人 因为它在那个 它在这个这个 我看到他们在那个这个AC当中 它有那个基地 就是low earth 还有还有那个和那个地域 它是有区别的 这个好像这个low地 那个那个那个地域呢 好像还和这个这个地域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好像就在这个地方经济消磨 经济消磨之后呢 它磨去它身上的那个鳄鱼甲之后呢 有可能就被去天堂 这个我是这样 我听到这个这个牛子妹这个分享呢 我觉得我还是蛮震撼的 因为以前读那个天国与地域里面 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这个 但是我感觉到呢 嗯 今天这个你你讲的这个内容呢 好像和我们中国的那个 像什么18层地域了 像这些好多场景好像很类似就是 嗯 那个什么刀伤呀火海呀蛇呀这些东西 甚至是还有那个 嗯 有好多人有过地域的一些见证的啊 那个好多很类似的 我曾经还读过一本书嘛 就是叫死亡九分钟 那么他也看过 有一个场景就是 就是那个 彼此互相的撕扯呀 就是人的你想不到的那种方式去宣泄 他们的那种恶的那种仇恨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今天这个 这个呢就是 很就是蛮蛮震撼的 但是呢我的理解啊 就是这一切都是人心中的那种恶的东西 他的那种表现 表现出来的 就是人取得什么样的这种邪恶 虚假当中呢就会 就是说他们就互相吸引吧 互相邪症 偶合 互相就会啊 屯内的就是就是取得什么一个状况 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有一阵子 特别是像新时代回应有一些观点吧 就是说人总共都是很美好的啊 就是说不存在着那种 那个受惩罚的这种地狱的这种东西 是吧 那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意识到了 就是说主不会把人伸到地狱里去的 那都是人自身的那种邪恶的那种东西 仇恨啊这些东西 罪的东西是把人引到 或者是伴随着我们恶的那个那些而来的 所以刚才 所以我觉得那个那个刘姊妹这个分享 就是有好多东西 我就我觉得就是有很好的说明了 对于好多的见证当中 或者是很多的现象当中 但是我有一个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的 就是就是说 有好多人 包括以前看见证的时候 就是那个他也说他们也在那里呼求上帝 就是好像神啊 救救我呀 好像什么的 刚才那个我记得那个刘姊妹分享的里面 还是不是也有一个地方 就是有人在呼求上帝 那这个是不是说他们 就是这个我就一直是比较印象很深刻吧 就是就这一点不知道你就准备有没有什么一个一个解释 就是难道上帝不听了不听吗 或者是不去救他们 他在那个在那个地域当中他是有一个消磨 他消磨的人当中呢他就会经历就是把他那个身上的恶语甲磨去的时候呢他会经历一下折磨和痛苦 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这个神的那个重要性了 我感觉就是好像是这群人 就是这些人呢会经历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痛苦之后呢 也有可能被提出天堂就把他那身上的恶语甲呢通过惩罚进行那个一个磨去吧 我是这样的 因为他那后面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主题就是消磨 消磨就消磨掉了那个恶语甲的人呢就会被提出天堂了 他到时说过这个 好像还有另外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不知道刚才那个你分享里面有没有 另外就是有些人呢他就特别的恨上帝 就特别的就是提到主的名字啊什么他们就要特别的仇恨啊 就是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怪罪嘛好像就是啊 上帝啊或者是主要把我让我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就特别的仇恨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 我以前读的一些经济里面呢好像是有有有那样的一个场景 我记得好像看了我好像这些人都都在地狱里 我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我也有一点点印象 而且呢就是说他比较的恐怖之处就是什么呢 他们受的那种痛苦对他们来说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真实 就是说他们被舍有的时候那个感觉 就是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这个肉体被舍有那个感觉还要清晰 还要敏锐 所以他那种痛苦是真的相当的可怕的 这个从今天有节目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一边听一边想 事实上有两类人认为自己是最高的 第一类人就是基督徒 第二类人就是罗太人 罗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 是高于一切其他民族其他狗族的 基督徒呢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 说起话来都是趾高气扬 鼻孔都是朝天的 结果呢在在瑞公的描述里面 他们反而构成了地狱中的这些邪恶人群中的 极大成人或者是主要的一部分 这让我们看 我们说是情和义叹 让他们说怎么这怎么可能接得能接受 那么他们必然要强烈的反对 激烈的强烈的厌恶仇视 这个瑞公的这些东西 这不仅仅是异端写说 简直是邪恶透顶 说有一点感觉 不一定这是胡说 这是我自己想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类的这种信仰 从某种角度来说 甚至是一个弥天大谎 已经被政客们 被一些 一些 极有心计的 你说他们是战略家 可能 还都说得太小了 因为他们可以布局千年 使得整个人类陷入到一种 一种 一种迷乱 一种被引入到 一种千古的 迷途之中去 这样呢 一代一代把人的心性 死死的束缚住 死死的束缚住 那他们 当然从个人的表象来看 就是都认为自己 我已经现了神了 我是得救的人 我比你们高尚的多了 但是从千年的历史上来看 正是由于这种 每一个个体的心性 形成一个整体的一种心性 这结果就是造成人间的仇杀 彼此的厌恶 藐视等等 而且这种千年的 这种深刻的迷误 迷误 使得整个人类的心性 陷入到一种 一种无可救药的 没法扭转的一种 一种邪恶中 当人们处在一种邪恶的时候 就像对公所描述的 越是邪恶的越觉得自己好 越觉得自己高级 越觉得自己聪明 越不愿意承认也更不能接受 说他已经是 一直谬之谦了 这个大概是 这是我想的 可能我本身就在谬之中 也许想着有点过于 过于太恐怖了 只是随便说几句 大家不同意见 欢迎批评 刘老师说的呢 我也是有个感觉啊 就是说 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恶的人呢 他是不喜欢这些信息的 所以说 如果你要在一个 比较以恶为主导的 或者是不满的邪恶的 这个环境里面呢 你讲这些 讲那个什么审判 地狱这些呢 那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在这个 在这样的环境 可能呢 就是要淡化这种 往往就是 对吧 就是说 只能讲天堂 只能讲上帝的美好 只能讲这个 怎么样一个很简单的 就能够进天堂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 我们所取的 有好多的环境嘛 都会是这样 那么你提到犹太人 可能那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了 就是说 在水灵上来讲呢 就是可能是那样 但是在一个 一般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当中的 比方说 是吧 像那些 没有基督信仰的 这些环境的 他肯定就是 对这些是非常讨厌的 这个回避的 是吧 那么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不希望人们 去宣传这些信息 因为他们 就是 如果地毫日座的话 他们就在 就在其中了 那么另外一个 就关于这个信仰呢 我倒是觉得 就像刚才 那个分享你们所说的 可能 那个刘老师说的 就是说 有一些是 特别是 他们是不是 看到信仰 而是看到信仰 所带来的那种权利 那种阶层 那种利益 那种 那种 为了他们 能够 可以利润的 那我想 就怎么说 当然这是一个 比较悲哀的 但是呢 在这个环境呢 也会有一些人呢 那些良善的 他毕竟也是通过这个呢 来认识的主 所以就像分享中所说的了 就是说 神整个是要把各样的这些事情 把他 那个 就是把他引导到一个 能够有善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公认这一块 所以我在想着呢 整个是 如果 可能 如果都是 完全的 看到他的那个 没有看到他的那些一些坤润呢 可能会 心里面可能会更加难受 我想 所以是不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 当然也求求带领 希望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真正的 这个福音 认识 这真理就是 那个瑞公呢 在H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他人 什么叫做有理性 他说当一个人呢 开始反思自己身上的恶和假的时候呢 这个人还可以说 他有理性 所以说在此之前呢 这个人的理性呢 是没有的 或者说是一个死的 死的灵 只有这个人呢 开始 反思自己身上的那些毛病的时候呢 这个人才能称得上是理性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些就是说 觉得自己什么一点缺点都没有 实际上就等于是没有理性的人 谢谢大家 这个这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也提到 就是很多人他也有 对这个天堂地狱了 这些灵啊灵魂 这些世界是有所知的 所以很多的 他都以为他们还是活在这个肉体的状况 那我话说回来了 就是说 就很多人他 或许就是没有机会啊 怎么去认识啊 那些属灵的这些知识 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就是也是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觉得这个这个美意带领啊 又或许是现代人呢 就是特别的这种我日和物日太强 所以呢就看不到主的存在 而事实上呢 要比如应该是跟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的 或者是天使 都跟我们每个人存在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能感受不到 包括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 我就想到 我就说一说 我今天上午呢 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跟一个朋友在一块 你 也跟你说 哎哎能有声有声音了吗 听到了 我刚才 我刚才的想说话 结果的一发布声音来 我发现大家都听不见 我刚才咳嗽一声是谁 通音了 可以 现在可以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里面提到这个犹太人嘛 还有基督徒 这种情形 是瑞公当时在他那看那个状态 然后瑞公那个最后的审判和 启示录当中 尤其是的龙啊 和这个天主教 对这个这个大淫妇 应该是都发生过了 审判 那这个审判发生过之后 应该是就是天地 什么灵界都都都经过重整 这个秩序经过重整之后 我们今天是在他之后嘛 那这种基督教界的情形和 瑞公当时在看那个看那个时候 情形中间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想问这个问题 我原来说 瑞公当时他描述的就是应该是他当时的整个基督教的情况 他要过去这两百多年呢 我感觉他肯定是有变化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 这是很很不清楚 但是我非常坚信一点 这我们这个新教会可能 也是也是在重复上一个新教这个老教会面 新教会兴起那样一个一个发展形式 我是感觉呢 这个新教会在这个 就是有这个传统教会的一些余流 再加上这个这个外邦来 是这样一个组成 而且呢 应该是以外邦来为主的 我是这样理解 那我的理解啊 大家可以讨论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我看那个 在那个瑞公写的那个官员结果审判的时候 他说1775年吧 好像说那个时候 就像那位有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审判 然后他说呢 每到这个教会的默契 人类啊 这个良善 他没有的时候 就是说那就是意味着 那个教会的毁灭了 就是实际上所谓的毁灭 就指的是人而缺乏 良善都没有了 然后呢 嗯 进入到邻界的这些人呢 他整个是暂住在某一些地方 他们也会问他们的那个 那个虚幻的那些教育啊 或者是那些东西 他们暂住在某一个 构成某一种状态 所以呢 会不会是多长时间 还会有一次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可能的 就是说 在在一段时间里面 那些人会暂住在某一个地方 形成他们的一种 所谓的像天堂一样的那种 那种啊 氛围吧 或者环境也好 那么最后呢 这些东西 你还是要被 透过像最后的审判 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他们归类啊 该到哪里 对吧 该去到哪里 但是呢 并不是每一次都经过这样一种 大的这样一种 啊 一种 那个审判也好 归类也好 所以我想 经过这个 这两百多年 那么或许也许也许经过几千年以后 或者是 会也再会有一次 是不是啊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 是不是按照这个 也符合瑞公的那个启示 啊 就透过瑞公给的启示 然后呢 按照那个瑞公的解释 就是说呢 呃 最近的一次审判以后呢 这个在灵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对人的捆绑呢 他也好很多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比方说像军师纪啊 他的好多黑暗的那些也结束了啊 啊 人类的这个水光呀 灵性的水光是不是更加的 就是人们这个自由的这个 润爆真理的这个可能性啊 或者是这种自由更更 就是更更加的自由了 呃 是不是也意味着过去的一些黑暗的东西 有了一个尊杰 人类的这个灵性的水光呀 开始更加的那个 明亮了 是不是对应着啊 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哦 我是这样想 我今天上午呢 跟我的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呃 有几个信息是让我感觉是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说 呃 一个是呢 他们就反映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地方的一些基督 这个教堂呃 是非常的混乱 呃 而且他们说呢 就是说他们里面 尤其是这个淫乱 是非常的严重了 呃 就说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呃 一种很嘲笑的这种口气 就是说他们还拉着我去 呃 入什么基督教呢 你看看他们怎么生活的 他就说 呃 哎呦 里面就是乱的很 尤其是在这个男女关系方面 特别的乱 他呃 然后给我的印象是 比较深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说的一个是 另一个地方的好像是辽城那个地方的 有一个有个一个基督教会 他们就是说呃 很有意思就是就是当时呢 信的人也有很多 但是呢 呃 后来结果发现了他们呃 一些家庭上出了一些不信的事情呢 就都退出来了 他说你看我信这个东西呢 我是为了保佑我的家人 结果我的家人老是出问题 那那个教是信不得了 他就因为出了一些事情 又很多人从这个教会里 就是出来了 呃 这个这个事情 这两个是对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遇到那个那个朋友呢 他他那个就是他丈夫在20多天之前嘛 患了那个忧郁症 刚从那个五龙跳下来 他的状态呢 就是非常不好 他呢就是学真旧的 他他他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起瑞宫的那个 对死后的那个生活啊 就是人的呃 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那种 他这个信心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我特别想知道人死后到底就是上哪里去 我不知道我丈夫那个在在就是说呃 死了以后是不是就像我说呢 那样会会见天堂啊或者什么的 他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呢就跟我邀了几本那个 那个史维登堡的书 呃 他呢就他是一个一个学中医的 他说呢 就是经历他丈夫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也是对这个人生呢 他是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那另外我我就想到那个 有这部今天晚上的分享的就是 还有瑞宫这个所介绍的 就是一切的这种恶的东西 他整个是带来这些惩罚呀 这些跟他匹配的对等的那些 呃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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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吧 因为恶嘛他我们说恶果我们经常说 恶果对吧就是恶的这个果子 所以呢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人不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对求良善就是以以仁爱以良善 这个都是应该这是一个福气了啊 这个我们也看到他的反面是那样的糟糕的话 那我们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一种呃 这个环境都不能够去去腾流活污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些信息能够给 给我们有这方面的警戒 所以凡事都得想着 这是这是我爱我们的 自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爱世界还是知识自利的 还是为了人家的依趣 为了别人还是去荣耀和良善的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整规多思考一下这个 整规将来就是可以避免推现 那个刘志明所分享的这种状况 因为一旦进入到那个那个世界了 只要我们身上带有了这些恶的东西 他一定会有恶的果 那那就是我们要要要去承受 就是 那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也想就就是那么他们是无存无尽的还是呃 就是有一种包括腾腾的那个教会呢 也有一些就是那所谓的解放的开放的就是说 连连地狱里的都能够得到拯救的就是 那么这个问题 那么刘志明就是说有什么想法 或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些 就是当然这个也是仅仅作为一种啊 一种一种一种就是探讨吧 这个因为确实有一些宗派他就是说 那个包括地狱里的都能够 将来能够得救啊 存归于一样什么的 那么这个我也提出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 那个 那瑞公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人身后的走向 人的心性是什么样 只能在今生来完成呢 一旦今生结束了 到了来生以后 你不可能变了 你的心性已经固定起来了 你固定起来的话 反正就是那个地狱里面的人 地狱里面的灵 他没有可能在接受良善的东西 他也不可能再到天堂去来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个 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这个 就他们就是 嗯 那就是说那神造了他们 那他们就伦远的造出这样的痛苦 那这个就 就怎么说呢 这是好像很惋惜的事情 就是 嗯 会不会有一些会有一些 呃 那个那个改变呢 或者是什么 极端能够让他 比方说惩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不仅仅是 呃 目的不是不了 就是目的是不是还是要 一方面是一致他的恶的扩散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会不会 因为什么原因把他能够离开了 或者怎么样 嗯 这个我也是就是烫他烫他吧 也也不也也我也不坚持什么一种观点 就是 这不是神的惩罚 神从上帝从来不将任何人投入地狱 人选择地狱 今世自选 是在天堂与地狱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人不管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是自选的 所以呢 这今生有幸得到这些真理 知道这些灵界 以及人去死后走向的这种真相的这种道理 这是非常可贵的 哎 很多很多的人不听这样的话 不接受这样的东西 完全合着就不大嘎 那也是很很遗憾的 如果能有幸开明一点 能愿意听这样的道理 能够把心性打开一点 能接受这样的东西 能避免走到那去 那他这一生应该是有幸的 可惜有很多人 即使听到了也非常反感 那也没办法 我从瑞公里得到信息是很秀极的 我觉得呢 我从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就是什么叫做永死 永是什么就是无穷 我从那里得到信息 我是觉得是希望是不大的 管说我是感觉呢 那就叫做永永远远 所以一想到这个东西 真是觉得是非常的可怕 那你比方说 瑞公里这个启示的或者是 那现在 这个世界上的想一天要死多少人 而知道真正知道 瑞敦堡的 这个启示的 那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说那么具现于不同的文化 尊教 尊教 教义 对这个邻界有全面认识的 那实在是 那实在是是不是太少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神造人的这个 这么一个庞大的计划 是成功的 神赐下圣经 虽然他的灵意是由瑞敦堡揭示了一部分 只是揭示了一部分而已 但是几千年来 这个圣经在指导人们认识神的 这个道路上 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 即使没有读过圣经 不知道上帝 但是他心中有良善 包括其他宗教 包括伊斯兰教 包括佛教 包括我们中国的道教 只要他们心中是有良善 按照神放在他们 他们云性中的良知 良心来为人 一生乐善好时 以善为首 他虽然并不知道有神 但是他知道 那个冥冥之中有一个 有一个伟大的力量 他们敬畏了 这就等于是爱主 在与人为善 与社会 多做贡献 多做好事情 在心中碰到别人 碰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有福为祭聘的 这种这种 这种 气困的这种心性 这就是善意 这些人就应该上天堂 但是如果你有幸 知道了这些经理 你知道的更全面 对神理也更深刻 你会到第三层天堂去 你要认识不正确 不全面 不深刻 到灵界 需要去接受 进一步的其中 但是你也上天堂 但是不可能 或者说不一定能上第三层天堂 可能在第二层 也可能在第一层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合理 那个林老师说的这个呢 我也是很 就是也是很认同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现实是很 现实 现实 比方说就是 那我们中国大陆 是吧 是14亿人 那这个环境 它是这么多年 它鼓励的是一顿 就是物日和我日的这种膨胀 对不对 那就是说你 你看这个老人摔在路上了 人都不敢出福的 是不是 就是虽然我们理念上说 是这样 一个简单的 但是有好 有好多的环境 它看上去就是鼓励人们去邪恶的 那在这种环境里面 你说要一个人 切身之后 劫身之后 好像怎么样 有时候那也是很难的 因为在有些环境里 好像你不是做坏一点 你有的时候就就很难 就是说 你甚至连连连正常的 就能 你就 有时候你不 你不腾牛 何物或者怎么样 有好多环境 那是非常 就是说都不认识他 那你说 这些人是多么的无辜啊 有好多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状况 但我也相信神是公平的 可能是 但有时候看上去就不是这样了 那个 这个瑞公说过啊 他是说 什么叫做恶呢 是在你这个理性和自由 都同时具备情况下 你做的恶是归给你的 你像那种被迫的 就是说 我做这个东西呢 不是我想做的 其实这个东西一般也不会归给人的 你不是他有个内代的意愿 但是有的时候 人受环境的影响 可能就慢慢的成了他自己的了 就是你像我们 这个看看我们的这个历史 好多人 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就不得不去 那个 那个去做呀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呢 那个 那个 刘老师说的呀 就是还有瑞公讲的 就是良善的 简单的 是人 他也会有机会 但是现实当中 我总是感觉到 也许我们又看到那个层面 就是看到神在做 做举的那个层面 我就是感觉到 很多的人 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 是非常的强大 就是他 好多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第一 好多包括对这个 举的认识呀 临界的这些认识 都是非常非常 很少的 就是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觉得看看环境嘛 是是好像也是蛮消极 或者是蛮不乐观的 就是 听 好像雅各地说 你要说话的时候 好像听不到 听了一句 好像就听不到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当然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地狱里面的人 他将来也能得救 打个笔 那这样的话 就是要犯人了 人去做了 对吧 因为他反而觉得 我有机会 对吧 就是想到地狱下来 我还能够 好像怎么样 所以呢 也许这个话题呢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又不能深入讨论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们一方面 我觉得神整归是 还是相信神 他是公平和理 他不会做错事 那只能是这样想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地狱的最后情况怎么样 我认为 我们也许是在某一个层面上讨论 因为超越了这个层面 我们根本是不能够理解 也不能接受 我们只能回到什么一个点呢 就是相信神是不会做错事的 神是公平的 慈爱的 我想也许就在这个范畴和层面上讨论 就可以了 我刚刚刚来到 刚才是家人在在在在看 我看大家讨论的这么热乎 首先也想讲两句 工作才回来 那么能听见吗 可以 感谢主 就是说前些年呢 我就是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嘛 就是整天很喜欢读圣经 渴望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个确据 得救的确据 也就是上天堂啊 得永生的那个确据 认为积取真理 积取圣经被多了 就有这个就有把握了 比别人懂得多 但是读过瑞宇宫的书呢 就是这个就一个大的这个欢转 其实生命不是在这个记忆中 也不是在理性中 生命是在这样的一个爱好中 在他的这个善和恶中 是在人的情感的这个层面里面 我觉得这个人的最底层的不是悟性 最底层乃是这个就是关乎情感的良善的这个层面 那由此来看呢 就是说人对这个良善的情感 就是说如何决定了他上天堂 他对恶的爱好有多少决定了他下地狱 其实在刚才这个陶老师说的 就是说在摩西环境下 人就是行不出善来 但是如果他对善本身有那种情感 我认为他还是能上上天堂的 因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 决定在他里面的里面的 他不是看外面你做了多少善事 外面做的其实是善事 不是出于这个情感里面对善的那种喜悦之情 我认为都不足以引导他到天堂 因为天堂的本质呢 是内在的那种对善的情感 所以天堂不是外在跟外在的做的事情 不直接关联 当然了这个善事肯定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善行出来 但是决定人的生命的内还是内在 内在的就是说对善本身有一个喜悦之情 他做善事的时候 他里面有喜悦 他渴望他满足 他的灵呢 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对善的一个共鸣呢 我相信他这就是他 他都在确认他的永生 确认这样的一个天堂的价值 那么恶呢也是这样的 他对恶呢 患罪在患罪的过程中呢 从这个恶的恶行里面 这个抽取了他的这个喜悦之情呢 他其实我发现他这样的生命 就构成他这样的一个地狱 他就是属于恶者 没有方向啊 就是这样的讲一下吧 大家继续交流 我在这个AC当中 好像我还看到过 就是说主呢 对这个人呢 就是是极尽的 就是宽容 就是说特别是 进入灵界的时候 他就提到过 有些就是很 喜欢逛妓院 就是不愿意有家庭 不愿意守着妻子过生活 就愿意在外面找女人的那种 那个神呢 他也允许他上妓院 而且跟妓女生活一段时间 而且就把妓女的那种仇的形象 直接就就放给他看 那即使这个样 也有人愿意跟妓女在一块生活 是因为呢 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不是说呢 就是说神不让他上去 是因为呢 因为你到天堂上 他不允许你 你去过一种 行英俗欲的生活 因为那里不允许 是他不喜欢那种生活 他自己就不愿意去 神让他去 他也不愿意去 他就喜欢 就是跟就是过那种 有好几个女人的那种生活 所以他主导这个人 上天堂还上地狱呢 就是他的主导的爱遇 他的主导的爱遇是什么 就决定了他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 每个人所去的那个地方呢 都是他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而不是说神 让他上什么样的地方去 还有一个就是呢 就需要注意的就是 就是跟上天堂说的 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 那个天使也好 这个魔鬼也好 其实它是住在我们 这个一个情感和思维当中 我们的一个 也就是来自天堂 那种平安的情感呢 它就是有很多的天使 组合起来 构成了这样一个情感的实体 让我们从这个 这个我们的 能够让我们体验到它 那么当我们感受一种 抱负仇恨的那种快乐 那种快感的时候呢 这种情感就是有无数的那种 好多的那个恶魔 一块给组成的这样一个实体 让我们所感受到的 所以呢 人在重生的时候 悔改的时候 其实一定要反省 自己所享受的那种快乐 你享受的这种快乐 因为无论这个魔鬼 引人进入邪的时候呢 它也是从快乐入手的 所以一定要反省自己 你享受的这种快乐 到底它是一个恶的快乐 还是一个善的快乐 再一个就是说 反省我们自己的 那个比较的 找到那个根的地方 就是那种动静 就是我们到底 做这个事情 享受这个快乐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的动静是什么 就决定了我们这个 行为的那个性质是什么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吧 听得到吗 我这里 可以可以 听到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 刚刚雅各问我 我的说法 我的那个方言 是自己的理解 还是输上来的 其实当然 大家的说法 其实很多都是输上来的 只是说输上来的 可能有时候大家理解会不一样 或者在不同的方面 或者在不同的层面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这个DP上面说 天命上面说 说那个 那个 没有人 神造人 每个人都是 预定每个人上天堂 每个人预定下地狱 然后 我所理解的 这个神 这个一个无穷的爱 一个无限滞货的 这样一个神 其实我认为就已经保证了 每个人的结局都会是乐观的 然后其实刚刚在陶兄 为什么会提出这一个问题 然后 水姐 在他所认 在他所理解的这个 这个瑞硕的信息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原则上去理解 然后去 去说出一个答案的时候 他也认为 这是一个很消极的答案 我认为 其实这个答案就已经 我就认为 在我那个理解里面 认为这个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样一种 已经进入地狱的人 永远就在地狱受痛苦 会是比较残忍的一种 一种 我们认为这样去想 都是会比较残忍的 然后这样一种 我们认为很残忍 很消极的这样一种 一种观念 我认为 我们瑞书其实所提供的一个 神是这样一个 无穷智慧和无限智慧的 一个无限爱的一个 神的形象 是不服的 当然 我们提供的这样一种答案 像瑞书说的 当然他也是瑞书说的信息 只是 他说的一些 他有时候 不一定是在所有层面上的东西 他有时候是一个 比如说也是一个大的感慨 我认为 这样一种 已经在地狱的人 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这是我的理解 当然 你也可能说 你也可以说是瑞书里面也读得出来 你也可能说可以说瑞书读不出来 但是我认为我所理解的 也算是 其实我也是读瑞书的对吧 我反正是这样子理解的 我认为他是学等待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的改变 有时候在一个 一个时间段以内 可能他是永远出不来的 就像佛家所说的 是求出无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一个层面 他出不来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 他的那个主导的欲望 就是那样子的 他自己无法改变 但是经过 经过一个 比如说一个时间周期 或者经过足够的 那个惩罚约束以后 其实他应该 经过那么多惩罚以后 心中有时候 他是想改变自己的 但是他改变了又改变不了 这是问题所在 其实包括即使是天使 就像上次 我跟大家分享 那个天常有地域一段 就是说他也想 就是说他想回到那种 之前那种状态 但是呢 他就仿佛一下子做不到 就是那种状态 他需要一个 大环境的一个转变 一个小 一个小小的时间段之内 他可能是改变不了 包括天使在那种状态下面 他都需要一个 一个时间段去改变 这种时间段是怎么样呢 它是其实就像一个 一个人体一样 一个大人体一样 他有时候需要一个 等待一个 一个整个人体的一个提升 其实在一个 比如说一个 一个时期 这样一个 教会走到一个 一个尽头以后 其实大环境是 他是会改变的 然后有的会下去 比如说表面 上面的 表面上 他认为自己是天然的 经过一个审判 他要下去 但是在一个地域不胜的地方 我认为他是有机会 可能要提升上来的 是有机会的 即使不是移不到天然 或许他可以一步脱离 不是那种地域的环境 他上到中心来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然后 包括这种 整个 这个 这个大大的宇宙 有什么事件 比如说什么 什么什么 他如果有一个大环境的改变的话 然后 不是很深的地域的人 他可能 能够生命 能够得到一个提升 就是说 有那些经过很多的惩罚 然后 他也想 想改变那种情况 但是他自己也改变不了 然后在一个是 一个 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比如说这个大环境 一个转变的时候 他或许就得到机会 能够出来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我认为 这样一个比较符合 我所认为的 这是一个 无心爱恶智慧的 一个神的形象 然后 我认为 也是符合 这样一种 我们的生命状态 我们其实 就像我们现在 每天这种生活 可能有一个 使用人在天堂 有一个使用人在地狱 然后 我们的环境 我们心随时会黄金所赚 对吧 当然了 到了宁静也不一样 宁静的话 如果经过分开以后 这个状态 到了天堂 或者到了地狱 一样 与我们现在这种 肯定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状态也不一样 但是在下了地狱的人 我认为它需要一个 比我们现在这种 损悉外面的一种 一种那种环境改变 一个更须约 一个更大层面的改变 然后 其实这个问题 就像桃熊一样 以前也有过 从最初 从最初 我和 我和那时候 我和老周两个人的时候 叫周遇阳满 两个人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问题 就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我一直是持一个 比较积极的一个观点 然后老周 他根据类数上 就像水姐一样 根据那些原则的话 他一直是一个积极的 一个消极的一个观点 认为是永远出不来的 但是我从一开始 我是从 从主是一个 绝对的爱 绝对的智慧 然后每个人都是为天头生 这样一个 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打这个每个人的结局 应该都会是乐观的 我是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 然后我又去读了一些佛教方面的书 然后我觉得佛教方面 与我 持这个观点 它应该是 应该相通 因为佛教讲地狱也讲到很多 然后他们也讲到 他们是说法界 所以说法界 然后法界 也四生界 六反界 然后反正他们也分了很多界 然后关于地狱 他们也是 也说了很多 然后也说了什么 无间地狱 所谓无间就是说 那就是说那个最深地狱的 然后常常是说 他求出武器 求出武器 就是说 想出来都出不来的 那应该是最深的地狱 但是有一些 要好一点的地狱 就是说 然后什么什么 又是转转踏方 就是经过一些什么 其实我说的这个环境的改变 然后他可能又转到另外一个地狱去 然后又可能一个什么变化 他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最后的话 可能有一些 不是很糟糕的一些地狱 不是很深的一些地狱 他可能有机会出来 他里面也说到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我认为 跟我以前的一个 整体上的一个认识 我认为差不多吧 但是那种所谓的 求出武器的这种无间地狱的话 他也没说 是不是怎样怎样的 还是有可能出来的 好像也没见到他一说 所以他叫做无间地狱 就是求出武器的 永远出不来的 只是这种永远的话 这种永远是不是一种永恒 我也认为应该也不是 只是说那种时间段 就是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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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种佛学里面 他们说这种时间 他们用节来算 一节就是很长的 然后又是多少节 多少节都出来 那就是非常长远的时间了 对于我们今天这种日子来算的话 一天24小时来算 那就是不知道一个什么量级的 就像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地球 在整个雨这里面 是多么小多么小的一个点 一个点的甚至都不是 可能那个时间 可能就需要很长很长很长 不知道多长了 但是我认为总是有机会的 只是说某时间传导问题 最终的结局我认为是 既然每个人都是为天堂而生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来自神 虽然我们在体验 体验这种神给我们的生命 有时候就差了 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结局 应该都是可以到达省家里的 当然了这个个人观点 不洗无喷 说的也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问题呢是实际上是有有好多包括吞吞的 就是说我觉得刚才那个九星孙也提到一个很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还是要很乐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相信我们的神吧 他是有无心的智慧 这个问题我们或是也正在现在搞不清楚 或者也没有必要搞清楚 就是还是相信神 他整个是有就是不会做错事情 整个有无心的爱和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吧 不管是最后怎么样子的 那份痛苦 恶的痛苦是足以让每一个人都不要去尝试的 就是说都足以让每一个人去避恶于罪 去这个呃 培养自己的这个境遇到忍耐和良善当中啊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吧 就是说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忍恒 说不定仍然还是一个有限的小圈圈呢 那神的忍恒那可能是一个无限的球体或者是多维的 我们真是还不知道 但是有些可能就超过了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解了 这都是有有有可能的 但是我想要乐观的去看待呢 所以这个也是每个人吧 就可能嗯有一些不一样的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我想我们的焦点呢 不是在那个那个地方 而是呢 就是在当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呃 培养爱的品性去确保就更加的这个确保这个 我们将来建于遇到那个天国啊 这个根据存在的那一个国度 我觉得 教练放在这个地方 呃 是不是就是更加合适或者是 那我就想了这么多啊 那个那个 好 刚才那个教型弟兄和陶老师在讨论这个是站在上帝的那个角度啊去谈论这个人类的这个将来和结局 不过我们通过瑞书也好圣经也好 得到一个最清楚和最细腻的一个答案 就是行善的互活得生 啊 做恶的呢 啊 这个互活定罪 就这么简单 其实瑞书上面有很多呢都是讲到这个 善呀 真啊 人的意志啊 意愿呀 讲了很多很多 但是总归呃 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可以让我们每次每刻每天得以应用的 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成的一个最真实的真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现在每件小的事情呃 趋向于这个善的事情就是培养我的善的这个情感 那肯定就是在不断的向天堂前进 我觉得这是这是向着最好的结局的前进的是最最务实的一种做法 那我们不能广讲到大的题目就像那个科技一样 你想那个科技那个知识包括了很多 你要具体的做一个产品 就像耶稣说的 你要接出果子来 那每个果子里面都包含着生命 我们每做一件的善事呢 里面都就是培养着我们的被善的那种情感 那种爱 我相信这就是永生 这是最可靠的答案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你 也带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这份职位一起来分享讨论的 好的 谢谢你 也带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这份职位一起来分享讨论的 主要我们真是很有限 所以主要求你你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爱能够求你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真是能够慢慢一点一点的明白明白真道 明白您的旨意 主要说谢谢你照看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来到这个在一起来讨论的弟兄姊妹 你祝福你恩待你也帮助带领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 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将你感谢祈求奉号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祝姐贝 谢谢